土旭两国遭遇本世纪最强地震 7.8级连环强震 以致过万人死伤 余震 坍塌 救援困难重重 寒冷 饥饿 幸存者无处容身 争分夺秒 各国救援队赶赴灾场 重型城市救援队 医疗队 并提供土耳其方面急需的救灾物资 空间视角对照地震前后巨变 历史数据解读破坏力为何如此惊人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全球的焦点 全球的焦点都放在了这回土系的地震 但是西方的媒体却继续关注俄乌冲突 我们今天就来一趟空间观测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 这个土耳其7.8级大地震 堪比130颗原子弹的爆炸 历史上罕见的双子地震为何而起的呢 千年的古堡被摧毁 建筑物松炳式的坍塌 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下什么叫松炳式的 本世纪最致命的强震威力有几何 好 那么这个大地震 我们看看地震的两个卫星图 这是2月8号的 我们看见这些房子呢 这都坍塌了 坍塌了 坍塌了 但这个房子保留的 看见没有 这些保留的很好 为什么呢 很明显是现代的建筑 而这些也可以看着旧的房子呢 都坍塌了 而且主要是宿舍楼 主要是住人的地方 而这些建筑物呢还保留的很好 证明它的是新式的框架结构就不会塌 另外这回地震地带呢 出现了很多的飞机 也被我们的卫星给监视下来 你看这就是很多飞机的航线 飞机的航线 飞机的航线 但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 叙利亚境内就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还在制裁叙利亚 而且美国也不给叙利亚援助 说理由很简单 就是你叙利亚没有要求啊 所以我就不给你啊 真是强盗逻辑 我们也看到这是土耳其啊 这个地区飞机也是非常的多 都在救援 另外是白俄罗斯的救援队呢 也飞放土耳其提供救援 它的飞机 它为什么飞机这么飞到土耳其 绕这么大个弯呢 很简单 这一块一看地图 大家现在熟悉 这是乌克兰啊 正式作战的地区 另外还有是美国啊 他急急忙忙穿过大西洋 穿过大西洋飞 飞进来 也是给土耳其提供援助 而且还有从这个地中海进来 给土耳其提供援助 另外是美国的航空母舰 布什号一直在地中海啊 一直在地中海做战备之勤 但现在呢 这条军舰呢 就是航母呢 也停到了土耳其的附近 准备参加救援 但是具体有什么救援行动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 这回的地震7.8级的浅层大地震 这是正中央 正地震的中央 然后这扩散的地区 越往外呢 这个地震的影响度呢是越浅 那么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呢 它是在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之处 所以有一部分呢 是发生在叙利亚境内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浅的这个浅层地震 我们这回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震呢 它这个正中的离地面呢 是17.9公里 当年我们的汶川地震呢 也是浅层的 离地面是14公里 这一类的都叫浅层地震 浅层地震呢 对地面的破坏就比较大 而中层的一般是70到300公里 再深层的是超过300公里 所以这回浅层的破坏非常的大 那么浅层的这个这回的呢 是7.8公里的地震啊 另外震源呢大约是20公里深 这是震前的啊 这个区域的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震后啊 震后这个区域呢 居然还下雪 给这个地震呢也造成了灾难 这就是一个更近一点的图啊 这地震后的这个农田 另外你看这个房子 也是损害得很厉害 但是现在出现了雪 这个给救灾带来了难度 而且气温也下降 现在气温下降到多少呢 目前这个震区的气温呢 是0.5 0到5度啊 非常的低温 而且有降水降雨降雪啊 这种情况 这是 这回地震是两个地震啊 这是双子座 什么叫双子座呢 这个地震发生在这个地方呢 它地震完了 又产生第二个地震 也是7级以上 7.5级的啊 但第二个地震 不是第一个地震的余震 而是另外单独的一个震啊 这是 所以这回呢 叫双阵型的是两个单独的震源 都是7级以上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次地震呢 又是板块学说啊 大家知道地球这个大楼 是几个板块组成的 其中一个板块是阿拉伯板块 阿拉伯板块向北移动 就挤的啊 整个啊 土耳其所在的这个板块呢 整个这个板块呢 朝哪移动呢 朝西移动啊 朝西移动 而且还有个非洲板块要往上挤 一挤这块有的想走 有的不想走 于是就产生一个裂缝啊 这个裂缝就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正好就是这回地震的啊 这个正中 那么所以阿拉伯板块呢 每年要向北移动1.1厘米啊 所以这个挤压的整个土耳其 这个板块向西移动 另外是这个板块移动的速度 有多快呢 有个专业词啊 叫PGA PGA就是移动的速度 大约在0.55到0.9啊 这个就是移动板块最热闹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就特别的热啊 看这个颜色可以看出来 这回的地震的地区啊 和震的幅度呢 我们看所有的红颜色呢 都是地震的地区 然后圆圈大的呢 就是啊地震的幅度非常大 嗯 小就是小很简单 另外我们还看了一些相片啊 这是正央啊 正中央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啊一个港口啊 我们看到这个港口呢 还因为地震引起了火灾啊 消防队都出来了 另外这是一个机场啊 这儿有一个机场啊 这儿有机场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机场呢 我们看到这个机场啊 没法起飞了 跑道都给裂开了 这还有一个古迹啊 古迹也正的完全毁坏了 还有这是地震前和地震后的 一个城市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啊 把它放大 放大以后地震后 那是地震前啊 这地震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体育场呢 成了白颜色 为什么 里面搭了很多的临时的帐篷啊 就在用搭 这是一个古迹 古迹在地震前呢 是完好的 地震后呢 就完全破坏 当然这个图像也差一点 这是一个矿区 我们可以看矿区在地震前呢 就一层一层矿 还有这个卡车能开下去 这个道路非常清晰 然后地震完了 那这个斜坡式的提天式的这个公路呢 基本上看不见了 都给震塌了 这是一个土耳其的城市 一个建筑物啊 这个建筑物是卖汽车的啊 卖韩国的汽车 卖日本的汽车 这是日本汽车啊 但是呢 这个地震完了以后 看见没有 这个两个4S店完全没有了啊 全给震塌了 这是 而且在这个地震的中央地区啊 大约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地下有很多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 所以说如果在抢救的过程中呢 这些地方如果发生爆炸呢 就会产生二次的灾害 要格外的小心 这个就是地震的最中地带 最最中央地带 但是呢 在叙利亚境内呢 就比较麻烦啊 叙利亚境内 注意啊 这条线就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 但是叙利亚境内呢 地震地区又分好多部分 第一个部分像这种颜色啊 这下面呢 都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 而这个呢 是一个叫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方 然后这边地方呢 又是谁呢 是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 还有这种粉颜色是什么 是土耳其派军队打到叙利亚境内 来镇压库尔德这个武装力量的地方啊 是非常的乱啊 叙利亚而且还美国制裁不让去援助 他们也不援助 这是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农村啊 我们看地震前这个农村呢 非常这个完整的 地震后啊 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塌了 只剩下这个楼房啊 很明显楼房是钢筋水泥的这个框架结构啊 就没有塌 而这会出现一个坍塌的方式叫啊 这个松柄式的坍塌 松柄式的坍塌 大家知道有的楼房坍塌是这么斜的倒了 松柄式的坍塌呢 是从上到下哗啦压下来 如果是斜的坍塌呢 可能产生这种三角呢 人可以在里面存活 但是松柄式坍塌是直接往下压的话呢 人连逃生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看一个小片 Earthquakes release seismic wave energy that enters all structures and depending on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s it can cause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o break crack or even fail completely Wood and steel structures can generally withstand shaking but brick stone or adobe are more prone to failure 这就是典型的松柄式坍塌 另外这回地震造成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背景 它这个1975年以来的地震活动 这一期是最严重的 历史上也有2005年一次比较严重 还有这个期间 90年代也有一次 另外我们看这个地震带 它的历史的地震的地方 这是19 不是 1157年有地震 1404年有地震 1893年有地震 1874年有地震 1513年地震 这个板块就是历史上 它这个地球结构就造成了 这个地震板块 地震板块说 这个地方最简单的 就是不要到那去买房子 买房子 这个房子不能保值升值的 另外是土耳其历年 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比较多的 就是上一次地震 在1999年死亡有17000人 再往前的1939年死亡有3万人 这都是历史上比较大的 这回整个都上2万人了 整个这个地区 而历史上 世界上最致命的地震 从这个100多年来 1905年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1920年是发生在我们中国 中国的这个是死亡人数最多 这是在甘肃 还有在70年代 发生在中国 就是河北 这个唐山大地震 还有就是在本世界 是海地的地震 也是死亡人数非常多 相对来讲 这回的地震 在历史上它不是最大的 由于这个地震 造成这个土耳其的货币里拉 再次地扁 扁到现在一个里拉 大约就是相当于五分钱的美元 这是一个月的 它的这个走势 我们看三年的走势 里拉过去一个里拉 能换接近三毛钱美元 现在呢只剩下五分钱了 另外它的通胀也非常高 通胀大家知道 最高的时候80%CPI 所以今年 2023年对土耳其非常重要 不是说地震重要 今年是它建国一百周年 而它前面的那个 是奥斯曼帝国呢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帝国 那么生存了624年 而今年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 又是土耳其的大选 所以土耳其的梦 今年如何实现呢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空间观测 事隔数个月 北西爆炸幕后 征军浮出水面 自杀式无人机 直逼莫斯科 俄罗斯全面进攻 箭在悬上吗 我们看看这个 美国的知名的记者爆料 说北西管道这个炸呢 是拜登下令的 而且我们看这个图 他提供了一个图呢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当时利用一个北约的军演 美国和瑞典合作派了一艘船 到了这个管道的上面 然后派潜水员呢 潜到80米到110米深 然后到这个管道的附近 管道附近安了炸弹 这个管道呢 又直径1.15米 非常的大的一个管道 位置大约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么放进去以后 把这个给炸断了 那么矛头直接指 就是美国政府全权策划的 这个行动 我们把它所有的这篇文章 因为很长啊 我们做了一个表 做了个表就把这个 85岁的资深记者 赫时披露管道的过程呢 按时间人物地点 我们给他讲一下 在开战以前 在2021年12月 注意2021年12月 大家记得特朗普拜登 都不希望德国和俄罗斯 搞这个北溪的管道啊 所以当时在开战以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组织了个 特别工作小组 有军方的外交的 情报部门和财政部门 四个部门呢 在白宫附近 租了一个办公室 秘密屋在那里开会 开会直接布置总统的任务 就是要求 怎么解决这个 北溪管道的问题 要各个方面提出方案来 军事方案 就技术方案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把欧洲和俄罗斯的 这种密切的紧密关系给它切断 只有把这个管道切断了 起码是德国 不会再扭扭捏捏的 站到美国这一面 而是彻底的站在美国 或者乌克兰一面来反对俄罗斯 否则这个管道呢 又把它就像血管一样 把它们连在一块 这个事情是在12月 2021年12月 到了2022年的3月份 这时候战争 这个冲突已经爆发了 这时候是萨利文 布林肯 就是国家安全公文 和他的国务院联手 以国务院牵头 又在美国某地开会 就是要策划具体行动的具体内容 到底是让海军去派潜艇 还是空军扔一颗延期的隐形炸弹 或者是派挖人下去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 牵头单位是中情局 中情局牵头 然后用演习作为掩护 把挖人送到那 把炸弹给他装上 真正地来切断 欧洲和俄罗斯的联系 买美国的油 不是个根本的问题 它主要是切断两国的关系 当然也能把美国的油卖出去 这也是个理由 因为大家知道 特朗普当年就一直希望 欧洲来买美国的天然气或者油 但是德国不愿干 到3月份 同1月 2020年3月份 中情局一个工作小组 带着专业潜水人员和军方人员 到了挪威 到挪威开会 而且要求附近的国家 丹麦和瑞典保密 因为他们那有海军 容易发现他们的行动 因为挪威是北约成员国 所以要求细节 而且要求周边的国家保密 3月份 就是我们叫踏点去了 踩点去了 做前期调查 具体的行动 是6月13号到17号 为什么呢 6月13号到17号 正好北约 在这个水域搞了个军事军演 叫波罗的海行动2022 那么利用这个军演 把这个炸弹就放进去了 原来是考虑放48小时的 岩石隐性 就是船离开48小时爆炸 后来美国的高层认为这样不行 离那个演习的时间太近 要不用用这种隐性 要用什么呢 要用遥控隐性 遥控隐性呢 什么时候想让它炸 就让它炸 而不是岩石 岩石因为离的演习时间太近 于是呢 一直到9月16号 挪威和美国中军军合作 挪威派出一架P8侦察机 然后到现场呢 投放了一个声纳浮标 而用这个声纳浮标呢 要沿沿的遥控 然后这个声纳浮标 投了以后 几小时候 这个爆炸就发生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官方呢 说这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看看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 他是个美国的资深评论员 资深的调查记者 他叫西莫赫斯 今年85岁 曾经为美国的纽约时报 和纽约克来撰稿 而获了很多的奖 其中他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事件 是揭露白头盔 大家知道叙利亚前几年放毒气 说是叙利亚政府弄的 结果他调查呢 不是 是反政府的 而且西方支持那个反政府力量搞的 所以呢 那为什么如果美国政府说他是假的 为什么不用他 这个 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抓他呢 一抓他不就是真是真的了吗 机密嘛 对吧 如果或者是假的 为什么不说他是 这个谎 编造 谎言 诬告就给抓他 也不敢抓 这是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呢 这个记者还得拿奖 这就是他讲的这个细节啊 这两条管道啊 这就是北溪一号二号 炸的地方呢 大约在这儿 而这个岛呢 注意看 都是北约能够控制住的地方 我们再看俄乌军事冲突啊 现在红的啊 就是俄军进攻的方向啊 绿颜色呢 是乌克兰进攻的地方 这个热点呢 就是打的比较顿念斯克 卢干斯克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 还有扎波罗热 也必须很热闹 前段呢 布什号还在希腊啊 现在呢 已经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了 这是我们卫星捕捉的 还有是法国的海军的航空母舰啊 戴高乐航空母舰的编队呢 还返回到红海去了 又到红海去战备之勤 证明他对这个乌克兰战士呢 又不那么紧张了 现在这个时期呢 泽伦斯基不在国内 他跑到欧洲访问 跑到英国 受到英国国防接线 还跑到了这个法国 还跑到了比利时到欧盟 去开会讲话 还有一个记者跟他热烈的拥抱 我们看个小片 我们有自由 给我们帽子 保护它 主席主席,谢谢您的帮助,我希望您的帮助,但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帮助 但是谢谢您的帮助 Russia不可以或不必帮助 特勒斯基呢是去要飞机 但是飞机暂时还没有要下来 但是飞行员呢 英国答应给他培训 那么说到飞机呢 现在有一架自杀式无人附近 距莫斯科150公里处爆炸 这就是残海 那么很明显是乌克兰发射的 这个位置在哪呢 这个飞机爆炸位置 离边境大约300公里 离莫斯科只有150公里 而旁边有个军运机场 到底这个飞机攻击的目标是哪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 另外我们发现 俄罗斯在扎波罗罗地区 还在加强那个攻势的建筑 另外还在克雷米亚的北部 建了一个新的空军的基地 那么现在呢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警告 现在俄乌的冲突呢 有可能引爆呢 全世界更大规模的战争 很多人呢 见了我就说 你等着吧 这个战争还要扩大 扩大到除了这个欧洲地区 有可能扩大我们亚洲来 也有可能是发生核战争 那么以色列的前总理呢 说普京曾经当面承诺 不去杀哲联斯基 那么但是呢 乌克兰的外长说呢 普京呢 是一个撒谎的专家 但是关键的是 这个总理说了一个很重要 就是当时啊 本来他们处这个和谈 是有进展的 有可能 使这个和平实现 就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呢 最后这个和谈就没谈成 美国是认为呢 子弹飞的还不够 要多飞一点 多浪费一点子弹 浪费谁的呢 浪费俄罗斯的子弹 这样就可以把俄罗斯拖垮 但是呢 现在人们发现 现在全球的炮弹不够用了 因为炮弹这个 尤其是155口径这个炮弹 里面的炸药啊 这个供不应求 就是说 而且生产有个周期 现在美国生产这个155的炮弹呢 大概一年 顶多能生产 也就是20万发 那么现在最打的最多的时候 一天他们要打6万发炮弹 现在15炮弹呢 现在他们可以压缩压缩压缩 大概一年呢 一天呢 大概只打3万发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看看以色列的这个前总理 他是怎么说的 请看一个小片 你还要打3万发炮弹呢 也要打3万发炮弹呢 对 我打3万发炮弹呢 一天呢 我打3万发炮弹呢 我打3万发炮弹呢 我打4万发炮弹呢 没人